主席 大家好 是不是有請翁院長 請翁院長 院長早 楊維 我想人才的問題大家都關心 但是解決人才的問題就 必須要交到你們手上 因為你們是 我們國家所有精英人才的匯基地 所以院長你也提出了這個 對這個人才先言 今天早上前面幾個委員都提過了 大概現在幾個面向 一個就是我們的產協脫節 還有一個就是國際性人才的斷層 還有恐怕一個就是人才的流失 特別很可能被我們對岸的中國大陸的吸收 是大家可能認為在人才上 我們現在國家可能會面臨的 比較重要的幾個面向 那院長 我看你也提出了一個關鍵因素 認為是政府的問題 當初這個 這個人才先言 你認為是政府 是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政策影響 所有這一些 那麼你對於說我們在人才先言 提出來以後啊 政府目前大概有幾個面向在做 第一個啊 包括放寬移民限制 吸引外籍人才 留在台灣 第二個 讓技職交易啊 能夠啊 產協合作 第三個是 讓外國大學 來台設校 設大學 那麼這個政策 基本上從2002年就可以了 可是一直沒有 沒有大學願意來啊 所以這一次又提出來 第四個就是 讓這個我們 碩士班分流啊 就是以就業為導向的碩士啊 不要論文就可以通過 這是大概 我看觀察最近 針對這個 我們這個人才的問題啊 那麼政府提出來的幾個面向 你個人就你專業的角度來講 當你當初你提出這個人才 人才先言啊 政府現在提出 目前提出的這五個 這個因應政策 你個人認為有效嗎 我想是有一些效果啦 那你認為有多幾層的效果 這個就要看往後怎麼發展 還有沒有更重要 在您專業的角度 還有沒有更重要 我們政府應該來推動 對我想這個 產學的合作方面 可以在 在進一步設計 那這個高等教育的這個政策 也可以進一步來檢討 剛才有談到我們的學校太多 同質性太高 所以還是要經過一個重新的整合 對 讓我們的整個 產跟學能夠密切的配合嗎 這個並不一定都是學術界的問題 產業的結構也是有相當大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經常從這個媒體看到 我們的這個 尤其是技術型的學校 拿到這個國際獎項 很多這個金牌獎 那怎麼樣把這一些創新的 這一些構想 變成有經驗 所以這個區塊啊 我看中原院因為都是一些精英啊 在這個區塊 我認為你們應該多提出一些你們的見解 讓政府作為一個政策 一個政策設定跟政策執行的一個大面向 那麼針對所謂我們的這個斷層啊 因為我們國科會也根據我們那個 美國新聞世界報導的這樣統計啊 事實上啊 我們在在前面十大名校的服務 中原院已經是有三十七個 可是在年齡上啊 都已經偏大了 那麼很很明顯的啊 我們在國際性人才這個是斷層的 在這個區塊 我不知道院長你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或者是我們應該怎麼去彌補這樣一個切口 因為這樣一個斷層啊 其實是未來我們國家跟國際接軌啊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隱憂啊 對在國外的 我們在國外的人才當然有這個問題 但是反過來講 國內的進步 也有成就很大 所以院長您是認為說 國外也許有斷層 但是在國內這一塊的一個銜接 跟現在我們的整個人才的 我們數字的提升啊 是足夠的去彌補這個缺口的 是不是這樣意思 我們希望是能夠這樣子 你個人認為呢 你個人認為目前的現象呢 我想兩方面都要 那麼針對那個切口 你認為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最近是有一些鼓勵的措施出來 鼓勵我們的學生出國進修 或者說博士後的這一些研究人員 能夠出去短期進修 這一些都是好的想法 我想現在因為你今年的預算裡面 除了一個我們的建築物的這個 預算增加裡面最多的大概就是在 人才的 預財的部分 增加的比例比較高 對 可是 預財 我們染財 留財 那麼有彈心專案 可是我們看到在彈心專案裡面啊 我們其實啊 在留 新聘人員的比例還是比較偏低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區塊的預算啊 我們幾乎都是給限職編制研究人員 新聘人員我看到你們的大概就七個人 那這個區塊呢 應該怎麼樣做調整 才能夠符合整個實際上的需求 你們認為這個會不會 新聘人員太少 是不是也是一個問題 對 新聘人員因為那個比較不容易去預測 所以我們有另外一個一個做法就是 來補助他們 尤其在在薪資方面 我們因為現在沒有人中的這個烤雞嘛 所以您現在是用那個來補 年中的烤雞喔 是不是這樣意思 對我們有一個獎勵的辦法 給這個新聘的人員 但是我們彈心專案最主要目的是要 留住一些好的人才 引進一些好的人才 如果院長你把這一個啊 把他移到所謂的這個工作績效的 這樣獎金這樣的做法恰當嗎 我們的彈心專案不 是不只要引進人才 對我的意思說 但是看你的整個比例 還是以用限職的為主啊 看你的整個用的比例啊 所以在這個區塊對新進人才 也許不可預測 但是你們應該花比較多的精神 去尋找一些可以彌補 我們現在國內人才短切的這個區塊啊 多引進一些這些 這樣應該是比較符合我們整個彈心方向 呃彈心專案的一個一個方向 對是有是有朝這個方向在 那麼第三個就是我們在所謂的人才外流的問題 我們知道現在中國大陸對整個人才的這個吸引啊 他花了很多的精神 很多千人計畫 那我不知道 呃就院長所知啊 我們有沒有國內我們這邊的 呃研究院的 我們研究院的 我們研究院啊 高階的主管啊 其實連技術都 都挖過去了 那面面臨這樣一個人才的外流 特別是往中國大陸 外流的這個傾向啊 院長你認為有什麼方式 可以來 來 來 可以講來改善這樣一個現象呢 對我想從那個大陸方面是跟要跟中國新加坡香港競爭是比較比較不容易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那個環境面 制度面來來設計讓讓這個人才有發展的機會 我想好的人才他不一定只在看大陸 他在考慮的是他的發展的機會以及他的生活 那院長覺得我們現在目前有足夠的這個環境 您剛剛提的環境 對那個必要 來抗衡這個大陸 可以說用很多的高薪啊 或者各種方式來挖角 你認為我們現在有這樣足夠環境來做抗衡嗎 那個還需要 還需要努力 對 OK我想人才的這個問題啊 你們也提出很多專業意見 我們也希望說你們真的能夠提出更多的政策啊 讓政府來做執行面的一個考 參考 那麼這裡還有一個問題說 在九月份啊 在植物即維生物學研究所所長 好像今天是副所長到啊 是不是 對副所長 是不是好像有 有被我們十億位這個研究人員投訴 所以我們這個這個所長啊 是不是沒有我們中華民國國籍 有了他有 他是雙重 雙 雙嗎 對 是雙重 那麼他的正職聽說還是在 我們加州大學的一個和平分校 所以可能在我們的整個執行所長這個任務上啊 可能有所欠切 那麼你們也做了一個研究調查 研究報告 研究調查啦 那我不知道這樣這樣的一個工作時間 聽說是在國內啊 都不到一半 那這樣要引領這樣一個研究所啊 是不是會有不足夠的一個現象呢 我想這個是一個誤解 他我們援覽國外人才回到台灣 他一定有一個過渡時期 但是雖然是過渡 但是他的側重點應該要知道嘛 因為我們真的一個研究所的所長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 可以講都是帶領那個研究所 最主要對我們國家做出 該專業的一個研究方向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麼在工作的時間或者工作的態度上 如果沒有辦法能夠搭配整個所的方向 是不是對整個的整個工作上會有影響呢 對 他是符合規定啦 就是時間上 那主聘也是在專業研究院 我想我提出這個意思 不是對他個人的意見啦 主要是說你在整個 我們既然制度上是這樣設計 那麼當然擔任這麼一個 國家賦予給他這麼樣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麼就希望能夠他用比較大比例的時間 能夠放在這個主題上 能夠對我們在該研究專業啊 對我們國家有所重視 我想這奇怪是可能要需要在 在院長要再去重視的 我想這一點是他要加強的 那麼另外一個啊 我們從整個的你們的整個 貴重設備的使用力方面齁 其實你們也自己也做了一些 從這個九十九年開始啊 你們也做了一個評估效益 可是看起來啊 看起來我們五百萬以上的 有效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